大家好,歡迎收看天鵝不止開箱,我是兔子 我們今天為各位帶來就是很受歡迎的BANG 遊戲的各種擴充 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擴充大補帖 它裡面包含了三個比較小的擴充 我們都要搭配基本版來使用 首先我們介紹當中的這個日證當中 以及一大票幫手擴充 在排背的部分,它有兩種不一樣 一個是HINUN,一個是Office of Cards 就是一大票幫手和日證當中 這擴充是一種環境牌 就是說它會持續在場上 對所有的人都發生作用 使用的方式很簡單 首先,警長可以決定 這次我們要使用的是一大票幫手 或者是日證當中的擴充 決定好之後呢 先把對應的日證當中這張牌 如果你選擇是日證當中擴充的話 以及如果說是一大票幫手的話呢 就把一大票幫手這張牌 先挑出來放在旁邊 之後呢把剩下的這個擴充牌洗勻 最後把日證當中這張牌 放在洗過的排隊的最上方 之後呢把所有的牌 嘿!翻轉過來這樣放置 好,那上面呢會有一些就是特殊的規則 我稍微念一下 來,第一個是火車到戰 你在步驟一結束的時候 額外抽一張牌 那我們每個步驟開始的時候是抽兩張牌 對不對? 那在這個抽兩張牌 步驟一的結束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再抽一張牌 這個功能是對所有的玩家都適用的 那什麼時候這個狀況會發生呢? 就是第一輪沒事 第二輪警長在開始他的回合之前 就是他抽牌之前呢 我們會拿起這個牌堆上面第一張牌 把它放到場中央 放在場中央的這一張擴充 就是這一輪會影響到整個戰場上面的規則 也就是說呢,以火車到戰來說 這一輪從警長開始 每一位玩家在步驟一結束的時候呢 都可以額外的抽一張牌 接下來呢,下一張牌 口渴 就是在步驟一中只抽第一張牌 步驟第二張牌 這張牌呢,沒有作用 可是我們可以預先的得知 我們在下一輪輪到警長的時候呢 這張牌就會被放到中央 並且取代掉原本這個火蟲 也就是說每一輪輪到警長的時候 都會有一張新的 這個環境牌去更改目前的遊戲規則 像可能是一個槍戰 在我的回合中可以使用第二張Bang 那原本的規則是這樣嘛 我們只能夠使用一張Bang 可是呢,只要有這張槍戰在場上的話呢 那所有的人他都可以使用第二張Bang 那下一輪是手銬 所以在步驟一的抽牌後 說出一個花色 我們在遊戲卡的左下角有這個花色嘛 對不對 那抽完牌之後那我說方塊 那我這一回合就只能夠打出方塊的牌 持續的到這邊總共16張牌 砰砰砰砰到最後一張 就是這個日證當中出現之後呢 我們特殊的環境牌堆就不會再做變化了 那日證當中是說什麼 我在回合開始時會失去一點生命值 就是說輪到警長的時候 警長會失去一點生命值 然後再開始他的回合 下一位玩家也會繼續這樣子持續進行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我們可以加速遊戲的結束 大票幫手也一樣 他的最後一張牌 這個一大票幫手是 在你的回合開始時 你有幾張手牌 你就是幾張ban的目標 也就是說我有一張手牌的話 我就立刻會受到一次ban 如果說我有五張手牌在手上的話呢 我就會立刻受到五次ban 所以說像這樣子的特殊環境牌的最後一張 就是日證當中以及一大票幫手 都是為了讓遊戲能夠更快結束 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兩個環境牌混合使用呢 也可以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日證當中和一大票幫手牌 先放在旁邊 然後呢從兩堆牌裡面各拿出六張 並且把它們洗混 洗混之後呢 再將大票幫手和這個日證當中牌 好我們隨機選擇一張 放在排庫頂 之後如同剛剛的狀況一樣 我們把它upside down翻過來 然後呢就像我剛剛介紹的方式一樣 來進行這個環境卡的那個擴充的玩法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當中的第二個擴充這個死印幽谷 它裡面呢有一些新的這個遊戲卡 以及呢八個新的角色牌 角色牌呢一樣它可以把它洗到你的基本牌遊戲裡面 一般的遊戲牌也會 跟著洗進你的基本牌的排隊裡面 那這邊呢我來稍微的介紹一下 它裡面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那個新的那個卡片 首先 比較不一樣的是這個最終點單 上面有一個這個生命值恢復的符號 它只能夠在最終的時刻 就是說場上只剩下兩個玩家 並且呢輪到你的時候 你才能夠使用這張牌 它的好處是因為一般來說 只剩下兩個玩家的時候 你是不能夠出啤酒牌來回復生命值的 所以說這個最後點單 就是一個雖然限制比較多 但是呢它可能可以幫助你在最後的對決狀況中 獲得優勢的一張牌 這張比較特殊 那再來 藍色框的賞金 賞金是這樣你可以裝備在別人的面前 在面前有賞金這張牌的人 他被BED所命中 記住了只有BED上面寫只有BED命中的時候呢 涉及它的玩家就可以 可以從牌庫抽一張牌 就可以獲得它的賞金這樣子 印第安戰斧 它是一個單次使用的嘛 看這個邊框就知道了 它是可以對一個距離2 剛好為2的人 就是進行一次BED 但是呢一樣印第安戰斧本身不是BED 所以你在出完了限定的BED之後 你一樣可以再 就是打出印第安戰斧 對距離2的人攻擊一次 那更特殊的是什麼 是這個鬼魂 你可以把這種藍色的裝備卡 放在一個已經被消滅的玩家面前 然後呢它會成為鬼魂 並且重回遊戲 但是呢它不會再失去 或者是恢復任何的生命值 就是說它已經沒有生命值了 當然就是它不能夠保留任何牌 那每次開始的時候 它只能夠就是抽固定的牌 如果鬼魂被驚慌或凱特帕洛之類的牌給棄掉的話 那那個玩家就隨即離場 比如說警長的副警長 他開局沒多久很不幸的被幹掉的話 那警長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暫時召回他的副警長來協助 那當然就是那個歹徒啊 叛徒啊也都可以利用這張牌 來幫助他們的陣營獲得更大的優勢 最後是這邊這個西部狂歡秀 那裡面有兩種牌 一種是新的角色牌 一樣我們可以把它洗進我們的那個角色裡面 在就是決定那個角色的時候 然後呢這邊 有一個西部狂歡秀的特殊牌 我們一樣把這個西部狂歡秀 先挑出來之後呢 把剩下的牌洗牌 最後把西部狂歡秀這張牌 放在牌庫的最底端 並且把這個牌庫放在旁邊 跟這個日正當中和一大牌幫手一樣 都是一種環境卡 但是呢它的啟動方式比較不同 我們什麼時候會啟動這個西部狂歡秀的卡片呢 很簡單就是 當如果有玩家打出這個義馬車 並且抽兩張牌 或者是這個威爾斯法哥抽三張牌之後呢 他就會把這個西部狂歡秀的卡堆 拿到自己面前 並且翻開第一張牌 一樣 上面所說的規則會影響到場面上的所有人 所以來這張牌是什麼 閉嘴 玩家們不能說話 你可以比手勢或是聲音 發出這樣的聲音 每一次你開口說話 你就失去一點生命值 當下一位玩家 如果打出了義馬車或是威爾斯法哥這樣子的牌的時候呢 那原本這一張牌就會被氣掉 然後呢 整個西部狂歡秀的牌就會移動到打出義馬車或是威爾斯法哥的牌的玩家面前 並且翻開下一張 這張是浪漫情人節 你在回合開始時 氣掉全部的手牌 並且從牌庫抽取相同張數的牌 也就是說 每一回合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把所有的牌氣掉 然後補充相同數量的牌 之後再開始抽牌 它會讓這個遊戲變得更加沒有辦法預測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好 那持續到最後一樣 最後呢 這個西部狂歡秀出現的時候呢 那這張牌就會永遠的留存在這個場面上 它是說 所有的玩家目標都變成成為最後一位生存者 也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殺到剩最後一個人 才算是獲勝 那原本的陣營就取消了 它會讓這個遊戲變成說 我們本來是陣營遊戲之後呢 會變成對抗遊戲 那如果說對於BAN的基本規則還不夠了解的話 那可以透過我們的連結 我們已經有就是做了那個BAN的基本規則教學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留言在下方的留言區 那麼天鵝不止開箱 我們下次見